我早就想干这件事了 今天我们来用鱼磨一把刀 哈喽大家好 我是那朋友小徐 我小时候就看过周星石的电影 里边拿那个咸鱼当做上方宝剑 长大了之后看那个三体 又让人拿罗飞鱼作为凶器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试试 拿黄花鱼来做一把锋利的刀 这是一条萧文姐从沈阳带回来的黄花鱼 动得杠杠的 感觉很坚硬 我看过有人拿果冻做刀 还特意把它拉成那个刀的形状 我这个鱼的形状就很适合 自带把手 不错不错 接下来就是我们磨刀的工具 磨刀石 你自己看着都觉得离谱呢 觉得可以成功的扣一 觉得不可能成功的扣二 什么风可以剪鱼 什么风 二月三分 为什么 二月三分四剪刀 挺有心味的 我也闻到了 里面有点爱生 要不先把零刮掉吧 我现在有点化了 给它摸点水再动一下 动好了我们继续错 这边也摸一摸吧 毕竟俗话说的好 黄花是一把双刃尖 怎么这么滑呢 怎么是片一点呢 它软得好快呀 我怎么感觉有点悬呢 肚子这边超级软 好像不是那么好冻那样 要么我先试一下 好家伙根本不行 我感觉那个黄花鱼它太肥了 而且那个肉就是软软的 不是很好磨 所以我刚才又下了一袋 你看这是啥 烟火也看见了 带鱼在东北也叫刀鱼 听这个名字就是一个适合做刀的鱼 而且前几天我看见一个新闻 我们东北不是喜欢在窗台上动东西吗 冬天不知道谁家的刀鱼掉下去了 然后厂在楼下阳台上 我们的刀鱼越动好了 好像可以 这个好像真的挺硬的 我把刀剪掉了 那个刀老是变软 总觉得有点愚蠢 再来动一下 来了朋友 我们来试一试我们的成果吧 失败了朋友们 我这个想法吧 可能是有一些太天真 因为它就是动好了之后 不是很像木头什么的 错一错就能变得很坚韧 它这个里边肉还是挺容易软 挺容易化的 那个葱勉强能拉断 姜估计是不行了 我宣布现在我们的主题改了 今天我们变成了清蒸带鱼 还没清蒸过带鱼 不知道清蒸好吃不 盐 酱油 酱酒 葱 研制一下 放上葱和姜 你们看 尖上这么大的籽 蒸15分钟 放上葱段和蒸鱼豉油 顺便推荐一下东北的带鱼 真的很不错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拜拜